地球只是太阳系中八大行星之一 太阳系是无数银河系中的一个 而银河系则是这个星系团中的一个 那么距离地球最遥远的星系是什么? 离得多远可以说是宇宙的尽头 追溯到50年代 人类就开始使用专业的天文观测仪器对宇宙进行探测 经过近70年的探索 人类对宇宙的可探测范围在不断扩大 目前可探测宇宙的直径已经达到920亿光年 那么人类能观测到的最远的星系是什么? 离地球有多远呢? SPT-0418到47星系诞生于宇宙诞生之后的第14亿年 从理论上说 SPT-0418到47星系存在的时间比第一代星系晚了11年 应该不属于第一代星系 其主要轮廓和结构都呈现出高度稳定的特征 并不像一个早期星系的模样 借助引力透进这个工具 天文物理研究所对SPT-0418到47星系进行了详细观测 发现其拥有一个几乎完美的光环和中心隆起结构 这说明SPT-0418到47星系中有着一定的秩序 恒星形成的速度可以很快 也可以很快死亡 但整个星系盘上处于井然有序的情景 这个发现对于星系的演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SPT-0418到47星系与我们的银河系 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唯一的区别的前者没有悬臂 但是中心隆起结构代表着大量恒星聚集在这里 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121光年之外 有星系出现类似的结构 与银河系的中心隆起有些相似 中心隆起结构说明SPT-0418到47星系内部较为稳定 以较为有序的状态演化 Mambo-9星系 科学家们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了 一个距离地球130亿光年的星系 这个星系被称为Mambo-9 科学家通过阿塔卡玛大毫米阵列 对它进行了长时间的观测 发现在这个星系中充满了星际尘埃 它是恒星的摇篮 基于天文学家对恒星的长期研究 发现星际尘埃是造成恒星形成的主要因素 而且在Mambo-9中 尘埃持续快速的移动 这不仅使得星系形成的速度更快 还使得星成的恒星拥有超大质量 至少是太阳质量的数千倍 不仅如此 研究人员还通过数组成像 发现了这个星系的年龄 并且发现它很有可能是在大约129亿年前形成的 大爆炸发生后约91年前 该研究人员说 该星系与地球的距离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 它形成于大爆炸早期 随着宇宙迅速膨胀 后来形成的星系 恒星和行星 自然也会与大爆炸开始时形成的星系很远的距离 GNC11星系 GNC11又名婴儿星系 是2016年3月发现的一个 当时已知最早 离地球最远的一个星系 距地球134亿光年 位于大雄座方向 意味目前从地球观测到的 只是它在宇宙大爆炸后4亿年时的样子 这是目前发现最遥远的星系 打破了先前的记录 原先科学家认为类似GNC11这类遥远的星系 只能用上位升空的詹姆斯为博太空望远镜观察 但是因为GNC11异常的明亮 让哈勃望远镜成功捕捉其身影 分析其光谱 GNC11距离地球134亿光年 虽然观测到的影像十分微弱 但以它的距离而言 它显得十分明亮 命名为GNC11的星系 是异常明亮的婴儿星系 位于大雄座方向 距地球约134亿光年 意味目前从地球观测到的 只是它在宇宙大爆炸后4亿年时的样子 天文学家利用红一程度来判断星系的距离 GNC11的红一是11.1 这代表它距离大爆炸的时间只有4亿年而已 换句话说 它距离地球的距离大约是134亿光年 而前一个被观测到最远的星系 EGSY8P7的红一则是8.68 虽然GNC11是个星生星系 大小只有银河系的25分之一 但是因为产生星星的速度是银河系的20倍 使得它在广大的宇宙中显得特别明亮 也因为观测到GNC11 天文学家有了额外的证据去分析 先前哈勃望远镜所记录到异样明亮的星系 4.Glass C13星系 根据NASA的消息 在微博望远镜首批全彩照片发布一星期后 天文学界从它拍摄到的深空场图片里 结合引力透镜现象发现了编号为Glass C13的它 距离地球足足135亿光年 除了惊人的距离外 此次新发现的Glass C13星系的质量和大小也有点特殊 因为数据显示它仅有11倍太阳质量 直径也才2000光年 完全就是一个秀真星系 相较之下银河系的直径达到了18万光年 质量是太阳的1000亿到4000亿倍 可以说是碾压Glass C13 然而小也有小的道理 在宇宙大爆炸刚结束的几亿年时间里 宇宙中的物质还没有在引力作用下充分融合 在早期的宇宙中不论是恒星还是星系 数量都还不多 因此宇宙大爆炸后由众多第一代恒星 组成的星系们体积和质量都不大 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有关此次新发现的Glass C13星系 还有一个数据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那就是这个星系现在距离地球并不是135亿光年 而是337亿光年 这种距离和时间上的反差 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宇宙的超光速膨胀 即我们现在看到的Glass C13星系 是它135亿年前的样子 当时它距离地球135亿光年 而在后来的135亿年时间里 它一直被宇宙时空的超光速膨胀裹挟着原理地球 现在已经退行到了337亿光年外 根据天文学家统计 目前可观测宇宙里的2万亿个星系 其实97%都已经和地球失去因果关系了 也就是说无论那些星际上发生什么 都无法影响到地球 因为那些星系远离地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光速 我们只能看到它们之前的样子了 5.HD1星系 根据观测 这个星系距离我们也是135亿光年 也就是说 它在宇宙大爆炸的仅仅3.3亿年后 就存在了 可以说这个星系是宇宙中的元老了 天文学家是如何确定它的距离的呢 在物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 叫做多普勒效应 它指的是波源在远离或靠近的时候 其频率会发生变化 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靠近我们的汽车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远离时就会逐渐变得低沉 在电磁波方面 多普勒效应也是存在的 当天提远离我们的时候 其发出的光就会往波长更长的方向偏移 也就是靠近红色的波段 这就叫做红移现象 我们知道宇宙是在膨胀的 在宇宙空间膨胀的时候 这些遥远的星系就会随着空间一起膨胀 远离我们 天文学上叫做退行 而且 离我们越远的天体 退行的速度越快 所以 通过测量一个天体的红移值 天文学家就能知道它距离我们有多远了 除了红移值之外 它的紫外线波段中表现得非常明亮 暗示着这是一个能量爆棚的星系 由于这个星系过于遥远 关于这种能量的来源 天文学家还有些困惑 它可能是一个星爆星系 也就是大量的恒星迅速形成 从而释放强大电磁辐射的星系 也可能是一个类星体 也就是核心处有一个疯狂吞噬的超大质量黑洞 同样也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这种能量的小质量 在这种能量的小质量